今天下午要直播分享的車款是娜智杰的S5 這款車是2014年是2.0升渦輪引擎 這款車的前面懸吊系統是麥化身 後方是扭力兩托一幣的系統 所以它後方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 共用底盤的系統還有休旅車的U6 U6跟S5底盤架構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懸吊系統 因為車友有說這款車已經開了12萬公里左右 右前的避震器已經損壞了 所以就考慮換裝車友有幫我們推薦 謝謝冠偉吧 冠偉謝謝車友幫我們推薦 今天的安裝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這個是後方的 它的後方懸吊系統很簡單 後方的話是托一幣的 所以彈簧跟避震器就是一個分開的結構 但是後彈簧 因為這個體系跟Nissan的Tita有點像 所以它後彈簧其實還蠻短的 後彈簧 它的上方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是不需要沿用的 不需要沿用 我也忘記這一台的阻尼了 壓看看好了 因為這個10來萬公里其實只能當僅供參考 因為有一點時間 用的里程數有一點多了 它的阻尼的話比較偏向Tita 比較偏向Tita沒有特別的 沒有像Tita那麼的軟 但是Q度的話還不錯 但是這樣的操控性的話可能不太夠 可是舒適度的話還不錯 它的舒適度還不錯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是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如果常常有看經理直播的話 它前面的麥花層 它這裡一定會有一顆軸層 這個軸層叫紫推軸層 是負責轉向的 可是這個軸層好像有點久了 所以還蠻緊的 這個是前面的話 因為用的里程數有點多 所以它的防塵套 還有饅頭的話 已經稍微有一個破損的狀況 當防塵套破損之後 它的沙層有可能會石頭之類的 會噴到這個活塞桿 那活塞桿久了之後 就會把裡面的油帶到外面來 就是簡單的 就是一個漏油的狀況 所以防塵套的破損 一般來說 也差不多是避震筒的收鳴 差不多已經快到一個極限了 所以這個是防塵套已經破掉 剛剛來的時候 右前好像也有比較低一點點 那這裡有一些離載串固定點 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個是油管固定件 這些的話 都是原廠的零件 KT的位置也都設計的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我們第一個鏡頭 先來戴一下 後方的阻鈴是可以調整的 那阻鈴調整的位置 是在後座以背的後方 KT的話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都能調整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的軟硬度 阻鈴是要怎麼調 你從那邊我從這裡 這個是一個Sedden的車款 是四門的車款 那它的後座 椅背是可以往前折的 往前折之後 它的避震器上座 它沒有上座 它是橡皮對角的方式 是在我手摸的 我手的這個角度 其實看不到 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有點暗對不對 可以 剛好 這樣會過曝嗎 過曝 好 等我一下 好 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度了 看不到 好 這裡 所以這個有一個飾板 飾板的話稍微掀開之後 從椅背的後方 這裡就能調整軟硬了 那調整方式一樣 就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從這裡做調整 好 那我們來看車底下的結構 這個車有十來萬公里 這樣車子的外觀算照顧得非常好 燈好像快沒電了 這個快沒電了 後方的話 它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重點又來了 它的後方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後方的彈簧 千萬不能預壓縮過多 那後方的彈簧 它的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彈簧的預壓縮的取決 就是在這個桶聲的長短 如果把這個桶聲縮得太短 它彈簧撐住了 預載住了 就一定會不好做 後方的話 以這款車跟U6來說 S5跟U6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 KT 是配置了6.7公斤 6.7公斤 彈簧在這裡 那它的桶聲上方有一個 加長式的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把它拉起來 這個就是原廠的 這個就是KT的活塞桿 這個活塞桿就是避震器 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因為它會不斷的往復 上下的一個做活塞運動 所以如果這個活塞桿 我們在輕信間 有石頭去噴煎到的話 它如果有受損 就比較有可能 把桶聲裡面的主靈油 把一點一滴帶出來 就造成漏油的狀況 所以這樣加長式的防塵套 它是能對軸心做一個 全面性的保護 我們把車高降下來之後 這個防塵套會再往下挪 它就能整個把軸心照住了 那後方的車高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托板 就一定要把它懸緊 那這裡有一個 ABS感應線的固定扣 要把它扣著 好 這個是後方的結構 很簡單 那前面的話 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上座是在引擎室打開 就能看得到了 那這顆引擎 就納士傑2.0升的渦輪引擎 好 那調整的阻尼旋鈕 是在這個飾板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KT的話就有附了 好 在這個地方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勝調整 好 那這一款車 我們的前面彈簧配置 大概在半年前的話 有稍微有設計變更過 一般道路板以前的話是配 200長直捲式的彈簧 那現在這條彈簧 它是做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所以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彈簧 上下作動幅度的行程 會比直捲式的話 還要來得多了三成左右 那作動 前面的避震器在作動的時候 它的上下的移動 也會變得比較順一點 因為它的彈簧不是直上直下的運動 它有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作動起來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更貼近一般道路板車主 大部分的一個需求 那如果是要禁忌的設定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換成8公斤 可是是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過彎的側傾幅度 會抑制的更好 那端看車友的需求 來做一個選擇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懸鬆之後 它的長度 如果是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低 那它有一些固定點 這些固定架 都是跟原廠位置一樣的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架 都是用跟原廠一樣固定位置 那它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是沿用原廠離載串 不需要啦 不需要再多花錢 買可調式的 或是是改裝的 就直接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款車的話 我們也有 北中南也有提供實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試乘之後 也覺得滿意的話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娜智傑S5的直播影片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